哎呀 妈 你快点 喂你 去什么呀 咱们的事要紧跟紧的 你呀 哎呀 妈 各位 你让我 穿了衣衣衣服 你就别反省啊呗 真的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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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后来 妈 后来 来啦 晓晓 你干啥呢 要能半点本菜去啊 妈 热死了 没得眼睛的都不知道给我倒了水吗 是啊 这妈跑过来多累啊 赶紧倒水去 行 我现在就去 妈 我刚泡的 您喝吧 妈 小妹 你们今天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说呢 是不是后面什么事不能来你们家呀 就是啊 就是啊 这我哥去世啊也有一段时间啊 这妈过来看看怎么了 你们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啊 是天那么热 你们从老家跑过来 怕你们中暑 中什么暑 我告诉你学家 这是我儿子家 我什么时候出来啊 我就来 你挡不住 是啊 这一次啊 我跟妈来啊 要在这儿多住几天 你赶紧跟我们收拾房间去 妈 这你在这儿住 我没什么意见 可是 小妹 你如果在这儿住的话 那妹夫会同意吗 嫂子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等过了段时间 我让我老婆也过来 你如果让妹夫过来的话 这进进出出的也不方便呀 这我们在自己家住着 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就是 这关你们来过我们自己的事子 关别人干什么呀 行行行 我一会儿啊 就给你们收拾房间 对了 这你们来的时候吃饭了吗 这竟没这么长时间啊 你怎么算说了这个人话 这我们呀 早就饿了 现在谁都喝饱了 那行行行 你没坐在这儿歇一会儿 我现在就去买菜 这我们呀 大老大从三家过来 这都买点好吃的 行 我知道了 妈 你看出来没有 这她 就是不想让我们在这儿住 看什么脸上 瞧那个样子 我们呀 就不走 妈 你说的对 她越是不想让我们在这儿住 我们就越在这儿住 就是 妈 我都快渴死了 让我也喝点 哎呀 闺女 妈这不喝了 帮您给我了 来 关灯喝一口 哎呀 还是城里好啊 这开着空间都凉了呀 妈 等会儿我嫂子回来的时候 你让她给你买新衣服穿 闺女 你也别说 我们两个来得及 连衣服都没带 就让你嫂子买 妈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她给你买衣服的时候 随便再给我买两件 你看这衣服 我都穿了两天了 这衣服都臭了 行 回你 这家事 你都交给我吧 行妈 那我如果 都替你拿 那是 你说我回你 你不听我的谁听我的呀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来 往这儿让一下 晓晓 坐下来 我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商量商量 什么事 妈 你说吧 你看 我给惠惠啊 我们两个来得也急 也没得一件换急的衣服 我想让你啊 给我们娘俩 买几只衣服穿穿 就是啊 你看看别人的儿媳妇 都是主动给她妈买衣服 你看看你 都说到你脸上了 行行行 我现在就去 这件事啊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疏忽了 一点眼泪也没有 不知道我们两个来 没打衣服啊 我说着 都不知道美 就是啊 这我看 他就是不想给我们买 二花钱 妈 你发现没有啊 这我嫂子 他一出去 就是一整天 你说 这我哥 才没走几天 他是不是 去外面找人去了 就是 自从我们两个来了之后 他每天都是造出晚归的 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妈 这肯定有问题 这样下去 可不是办法 咱们呀 得赶紧把这个房子 从他手里面弄过来 就不能把这个房子 留给一个外人啊 行 我闺女 等她回来了 咱们就给她说 妈 你说的对 闺女 你也别说 你嫂子 给我买的衣服还挺好看的 妈 你怎么还有心情看看衣服呀 这我没来了 都多长时间了 这怎么刁难我嫂子 我嫂子都不生气 这可怎么办呀 闺女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妈 你连这事都给忘了 咱们这次过来 需要把她给干走 把这个房子给要过来 我觉得 你嫂子这个人呀 还挺无缩的 我们非得这样做吗 妈 你可不能心自手软啊 这我嫂子给你买两套衣服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别忘了 咱们这次过来的目的 是要把这套房子给我 这我嫂子还年轻 她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 这咱们要是不把这房子给要过来 她带走了那怎么办呀 我都听你的 你如果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这就对了 妈 咱们呀 是时候该参谈了 接下来 咱们就这样做 妈 我做好饭了 咱们吃饭吧 萱萱 你也过来 饭呀 不热情吃 我有家事啊 想跟你说说 什么事啊 妈 吃完饭再说呗 不能 事情啊 必须想再说 那行吧 你先再说吧 行了 嫂子 这家事啊 就由我来说吧 你说说你啊 整天早出晚归的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卉卉 你说什么呢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嫂子 这退一万步说 你哥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算我找 我也要帮明正大的找 我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呢 妈 你看到没有 我就说他外边有人了吧 他都承认了 你 那行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了 咱们俩 就打开天上说两话吧 那行 卉卉 你要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我深圳不换引子鞋 那行 我就直说了 你啊 赶紧走吧 这个房子 以后就属于我了 卉卉 这你说了半天 还是因为这套房子 妈 你说吧 你是什么意思 还问我有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 这我儿子不在的 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 这是第一桌又拿到给卉卉 就是 这个房子 李索严那就是我的 卉卉 我想问问你 这套房子 为什么会属于你啊 你别忘了 我跟你哥都已经结婚了 我们两个是夫妻 这套房子 是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这你哥虽然不在了 卉卉 这套房子 好像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小姨啊 跟你啊 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房子 是我儿子买的 反正啊 就是我们的 就是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 以后就属于我了 你赶紧走吧 你走吧 跟你啊 把我现在万一都没有 妈 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 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 这当初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 你们家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为了买这一套房子 亲戚朋友我们都借了个遍 最后 还是我娘家 出了一大半的钱 才买了这套房子的 那都老华丽了 还替他干什么呀 你说说 我儿子难道没为这个家做出公宴吗 他都是你的你 都是你的功劳 妈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说我有多大的功劳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这套房子 不管怎么说 它都不可能是卉卉的 嫂子 我告诉你啊 你别不识台语 不要逼着我动手 卉卉 你今天动我一下试试 我告诉你们 只要有我在 谁也别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行 我倒要看看你啊 有什么能耐 妈 咱们呀 要一直在这住下去 等会儿啊 我就回家 把我的衣服全都拿过来 我看你那两个呀 是不道黄和不死心 行 你们给我等着 妈 这不知道 他又出什么药蛾子呢 别怕 有我的 我倒要看看他今天 能耍什么玩意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这房展镇上怎么是他的名字啊 难道他改了 这怎么回事啊这 我也不知道呀 你们两个好好看清楚 现在知道这套房子是谁的了吧 这是房展镇上 怎么写着你的名字 是不是假的 房展镇上为什么写我的名字 我没必要给你们解释 你们要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以自己去查 这 现在这里是我的家 这个家呀 不欢迎你们 你们还是走吧 妈 妈 这个怎么办呀 孩子怎么办 我们走吧